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再来我们常常提到说 降龙 浮浮 其实这个有四相跟理 龙在这个经典里面讲 这个龙迎心太重 迎心重的人 他会变成龙 以前有一个比丘尼 在这个菩萨界绘本里面讲 以前有个比丘尼 在生气的里面犯的淫戒 犯淫戒的 那么他感到这个交杀烧身 就是变成龙 这个前身就是龙 变成龙 鳞片 那么每到天气热的时候 那么虫都会跑进去里面 一仰 抓 他痛苦不堪 就是龙性最盈 所以盈性比较重的人 会堕落这个龙 龙虽然是畜生里面比较有福报的 但是很苦 很苦 这个龙啊 每天都有这个小虫啊 跑进去吃他的肉 那龙啊 也可以化作人形 福报算是很大 但是这个龙性最盈 因此啊 降龙 意思就是要降这个盈 意思就是我们南离这个盈 一定要降福 不降福这个盈性的话 那我们生死难了 要不然尤其是出家修行人 或者在家居士真的要打修行 那么这个要降 所以一个 以修行人来讲 这个不断 那么就是非常难修行 所以降龙 那么虎性是称 就是称恨心最重 而伏虎就是要扶掉 这个称恨心爆 爆裂的 爆称恨的心理 所以这个降龙伏虎啊 其实是个 是个降伏你的内在的 如果用一句比较得体的 就是降盈 伏称 降伏你那个盈的念头 伏这个称恨心 爱